我们在搬家喽 现在这位师傅在 也可以说是我的内人在拆箱子 我问你说这个飞翁 这个黑黑的飞翁在拆箱子 那么我的任务就是做一些 看他买的脱戏好丑啊 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个床铺好 这个空气净化器也开启了 我就是把这个床铺好 我拿着手机没发泼 那我就来一个转场 这个转场怎么样 你在做啥 我在录视频 我要继续收拾了 好乱呢 现在是晚上的12点14天 夜宵时间 这个晚上的时候又没忘了 这个人呢 他指点了一根肠 被我咬了两口 不是 我给你买了一个馅饼 牛肉馅饼 买了一个亭椒鸡排 然后我问你还要不要吃鸡排 这是亭椒鸡排 你说不用了 所以我就说我给我自己买张火腿肠 但是但是我说是说 这个火腿肠它又不占 它又在胃里面不占地方 那我不会给你买了一袋全装奶 好吧 到此结束吧 挂了吧 没事挂了吧 拜拜 这个人 半夜不睡觉 已经凉点了 在我的床上跳 我夹住了 夹得挺好 你快点睡 快睡觉了 一点半了 半夜在这 什么撒玛利托嘎包 啊 你今天是猫你就在这睡 洗澡去了 洗澡去了 死肉眼 快去吧 哈哈 现在我们已经 住进 完全住进我们这个温馨的 小家里 其实也不小 开心吗 采访你一下 消息 啊 这是怎么操作 给大家 看一下 大家有喜欢的吗 被抽奖送给你 我可以 哈哈 然后 这个是我的 小东西 这个是一些 从来没有看过的书 和我的帅照 还有 花花草草 嗯 想我们不入去夹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 还有一个帅气的冰箱 虽然很小 这个是我们给 贝塔的贝塔 为什么你的拖鞋会出现在 狗粮孔上面 因为那个扫地机器人来着 这个是我们的卧室 我们的闺房 然后这个是派派 应该是 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啦 你们玩吧 当当 我们拖了这么久的 搬家视频 就已经 结束了 没印毛 不会从那边側露出来 側側露出来 側側露出来 你这个手机缺 反护 那个叫什么 偷窥膜 这个角度完全看不起 手机满路的时候 好 就这样吧 拜拜 拜拜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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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